在澳洲生活,除非你住在Apartment 如果不是的話,絕大部份的房屋都需要打理花園 特別是住在連地的House的朋友 打理花園也是澳洲生活的一部份 就算你住在Time House,也有一個細花園需要打理 那當然,如果你有錢的話,可以請專人幫你打理 對於有錢的觀眾,你是不需要看這集節目的 但對於普通的澳洲小民眾 我們都是面對現實,自己做吧 正所謂公辱善其善 必先離奇氣 今天會和大家分享怎樣選購打理花園的工具 在市面上有這麼多不同牌子,不同型號的工具 對於新手來說,真是不知道從何入手好 我會因應你的需求告訴你怎樣選擇 和大家分享哪些工具好用,哪些工具不好用 讓大家可以少走些彎路 也會和大家分享怎樣選購一些Quality不錯 但有便宜的工具,哪些性價比高的工具 包括香港人最喜歡的節償節 以及和大家分享懶人打理花園的方法 用最少的時間去打理花園 歡迎收看Toro TV 先說怎樣選擇工具 我可以在節目的後端分享在哪裏購買 以及怎樣購買性價比高的工具 我會把花園細分為Time House的小型花園 House的中型花園以及超級大的花園 基本上如果你的家屬於超級大花園的話 你不需要看我這個節目 因為我都幫不了你 你需要找專業級別的工具 或者請專人幫你打理 值得注意的是你家門前那塊草皮 都是歸理管理的 如果長期不打理給鄰居投訴的話 有可能會收到Council的警告信 先說Time House的小花園 隨著澳洲的人口不斷增加 特別是Sydney、Melbourne這種城市 土地比較小的Time House、Villa、Union 近年受到不少年輕人的追捧 像這種房屋的花園一般都不會太大 因應這一類型面積比較小的花園 你是不需要大型的工具 基本上購買一把Lime Trimmer 就足夠應付你日常的剪草工作 這種Trimmer的使用範圍是很廣泛的 除了可以用來剪草皮之外 還可以剪一些剪草機剪不到的位置 是很適合小型花園使用的 市面上有這麼多不同種類的Lime Trimmer 應該怎樣選擇呢 Lime Trimmer有分三類 第一類是連線的電動Lime Trimmer 它的優點是價錢便宜 一百元以來有交易 而且不容易壞 不需要保養 重量也是最輕的 真的很輕的 但缺點是在使用上比較麻煩 因爲扭著條線行動有點不方便 你用過一次之後便會知道有多麻煩 而且每次用完之後要把線收回來 基本上很少澳洲人會使用這種連線Lime Trimmer 第二類是近年比較流行的無線電動Lime Trimmer 相比連線Lime Trimmer 在使用上方便很多 自由自在 無拘無束 不受任何限制 同樣地無線Lime Trimmer 亦不容易為不需要保養 重量亦不重 這種電池Lime Trimmer 會在細分為18V和36V 分別在於電池的續航力和power 但對於一般的小花園來說 18V已經足夠了 而且18V比36V更便宜 18V的電池 還可以和其他DIY工具共用 因此選購時 你最好考慮這個品牌的其他DIY工具 譬如如果你打算購買Makita工具 你購買Makita的Lime Trimmer 就可以共用一塊電池 Makita亦有出不少花園工具 不是幫他們買廣告 他們的產品質素真的不錯 而且他們的DIY工具也很齊全 Yobi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如果在價錢差不多的情況下 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一家Makita 因為它的質素更加好 但這種電池式Lime Trimmer的價錢 是會比較貴的 而且如果你的花園比較大的話 或者如果你出外旅遊 好幾個月沒有剪草 草比較長的話 一塊電池可能不夠用 而且在Power上 電動Lime Trimmer 是遠不如汽油 因為汽油Lime Trimmer的Power 是電動型號沒辦法比美 而且價錢也不貴 一般普通家庭使用的話 購買300元以來的Victor Yobi已經足夠了 但汽油的缺點是 重量比較重 對於新手來說 你可能需要少少時間去適應 而且需要做一些簡單的保養 譬如每隔幾年要換些機油 比較適合中等以上的花園 目前來說 澳洲家庭的主流 仍然是選擇汽油Lime Trimmer 但無線電池Lime Trimmer 越來越受澳洲家庭的追捧 另一樣推介給大家的工具 是這把專門用來剪樹枝的剪刀 它可以讓你很輕鬆地剪斷樹枝 而且這個把手是可以伸展的 這個是我家中其中一件用得最多的工具 在選購時千萬不要買最便宜的 便宜的沒有好貨 相信你 是很快會壞的 這個品牌的Quality是不錯的 我家中那把已經用了差不多10年了 說到Quality 這種手推型的剪草機是完全沒有用的 大家不需要浪費自己寶貴的青春 因為價錢雖然很便宜 但效果真的很差 草只要長高一點 根本沒有辦法推 有不少客戶在第一次使用後 直接拿回去退貨 對於中等以上草皮面積比較大的花園 你可能需要購買一部剪草機 同樣地剪草機亦有分連線、無線以及汽油三種類型 連線基本上是不需要考慮的 雖然是最便宜的 但在使用上真的很麻煩 你看基本上沒有幾家廠家生產 你就知道市場有多小 電池的剪草機會再細分為18W和36W 這種電池的剪草機一般都會配一塊比較大容量的電池 因為剪草機對於Power的需求是比較大的 它的優點是重量輕、安靜、而且不需要保養 缺點是價錢 它的價錢有幾百元到過千元澳資不等 視乎你的草皮面積而定 幾百元的剪草機可能沒辦法滿足大面積花園的需求 同樣地 假設你有一段時間沒有剪草 草生得比較高的話 或者草皮面積比較大的話 幾百元的16W的型號 或者沒有辦法達到要求 或者你可能需要兩塊電池才可以勉強地完成任務 如果你選擇36W的話 價錢就會比較貴 而且36W的電池是很難和現在主流的DIY工具共同使用的 當然如果你的預算比較充足 你要求輕巧、容易使用、不需要保養的話 電池的剪草機或者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類電池式的剪草機 也都越來越受到澳洲家庭的追捧 對於中等面積花園的朋友來說 汽油的剪草機或者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這種汽油的剪草機的價錢 由幾百元到一千元澳至不等 平價型號和貴價型號主要的分別 是貴價型號的power更加大 而且推起來更加輕鬆 但對於一般家庭的草皮來說 400元以下的型號 好像Victor的澳洲本地牌子已經夠用了 這種汽油剪草機的優勢是power大 逐行力強 一般正常使用 有定期做保養的話 是可以用很久的 而且價錢不貴 在特價的時候入手的話 真是很划算的 我家的就在特價的時候入手了 當時以250元扣入 用了近10年 仍然保都未老 但缺點和其他汽油產品一樣 重量比較重 而且是需要定期做保養的 還有噪音比較大 適合草皮面積比較大的用戶 適合草皮面積比較大的用戶 講了這麼多工具 現在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懶人打理花園的方法 好像我這樣 我一般打理花園是不會超過半小時的 首先我會在不破壞原有植物的情況之下 減少野草的生存空間 當然不是一把火把花園燒掉 你可以鋪一些木碎在泥土的表面 這種木碎多多少少會減少野草的生長 部分割樹公司在割完樹之後 會當場把樹、碎絲放在馬路邊 任你免費自取 或者鋪一些好像這種專門用來防止野草生長的網 然後再在上面鋪一些石頭 這樣的做法外觀上會比較好看 而且容易打理 這些網和石頭在Bundings有得賣 但需要注意的是至少鋪兩層才有效果 因為這裡的野草的生存能力很強 鋪一層是絕對不夠的 若然你覺得Bundings的石頭價錢有點貴 你可以在Gumtrees找到 我家的石頭全部都在Gumtrees免費收拾 但就算你這樣做 你仍然會看到野草的生長 你看我已經鋪了三層 野草仍然可以生存到 這裡的野草甚至乎可以在石屎的裂縫中生長 它們的生命力之強大 真是好比小強的 那這裡的野草的生命力這麼強 那怎麼辦 你沒可能自己用人手蚊 蚊天光也沒蚊完 解決方法很簡單 就是落藥 但一般的除草藥 是沒辦法完全除掉野草的 為什麼我會知道 因為我什麼都試過 你是需要購買這種Super Concentrate 的藥 Zero 或者 Roundup 兩個牌子都可以 在 Bunnings 都可以購買 一般的Vculer 是沒有用的 而且必須要濃縮版 這種濃縮版的藥 用之前是需要溝氣的 用量用多少呢 你自己看回說明書 使用方法很簡單 直接在野草表面噴幾下就可以了 然後野草就自然刮柴 你什麼都不用做 唯一要注意的是 噴之前你必須確保未來兩天不會下雨 如果不是你噴了藥 是會被雨水沖走的 那就沒有效果了 部分生存力強的野草 你可能需要補噴一兩次 就是這麼簡單 你看連石屎蠻裡面的野草都不放過 被這些噴過之處是寸草不生的 但必須注意的是 這裡的野草的生存能力 就真的很強 視乎你的土壤而定 野草會在三到六個月之後 重新生長 就好比小強一樣 擁有打不死的生命力 當野草重新生長之後 那你就重複以上動作 讓它們多死一次 我基本上一年噴兩三次 每次只是花15分鐘的時間 你想想 我一年花的時間不到一個小時 就將野草搞定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而且一瓶濃縮藥是可以用很久的 我這瓶已經用了五年了 有觀眾朋友可能會問 嘩 這瓶這麼厲害 噴兩下就試了 喂 可不可以來搞定我老婆呢 那隻老婆我一煮得鐵 就不鬆眼了 睹眼睹鼻 阻止阿叔去扣亂 這瓶是毒不死你老婆的 但這種藥你必須保存好 絕對不可以被小朋友碰到的 另一件值得推介給大家的工具 是這種hatch trimmer 特別適合用來修剪像這種植物 如果你家裡有這種植物的話 hatch trimmer是一件非常有用的工具 會比人手剪快很多 在選購hatch trimmer 其中一個重要的考慮是重量 汽油的實在太重了 可能不太適合亞洲人使用 這東西是吹風機 是用來吹皺落葉的 適合花園比較大的朋友 普通花園是不一定要購買的 我家裡的花園是不大的 我買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我gouche 屁股實在太狠 這款剪草機是專門用來修理草皮的邊位 當然Lime trimmer也可以做到同樣的效果 因此你不一定要購買這種汽油的剪草機 我買這個工具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它特價的時候 價錢實在太吸引了 講到特價 現在就來談談 在澳洲可以在哪裡買到花園工具 以及怎樣購買便宜的花園工具 Bundings的產品是最全面的 除了Bundings之外 你可以在其他工具店買到 包括Mytotent、Sidney Tooth這些地方買到 你甚至可以在網上購買 比如Cash.com Cash.com走的是比較便宜的路線 在產品的Quality以及退貨服務上 可能沒有Bundings那麼好 我一般會在實體店購買 主要是Bundings 因為他們的退貨服務 以及Warranty服務會比較好 但是Bundings的原價產品不是最便宜的 作為精明的消費者 你可能已經猜到我會說什麼 沒錯 就是堅守不打折不買的原則 我一般會在特價的時候買 或者利用Bundings的10% Price Guarantee Policy 它的玩法是這樣的 如果你找到同一款產品 它的價錢比Bundings買得更便宜的話 譬如你看到Cini Tools剛剛在做特價 而Bundings還未反應過減價 你就可以利用這個機會衝過去Bundings 要求減價 根據Bundings的Policy 它會在Cini Tools打折口的價錢 再減10%給你 就是香港人最喜歡的折上折 但必須有實體店 網店是不適用的 我家的所有的花園工具 包括剪草機 市不行買你的吹風機 剪邊機 就是利用這個方法買下來的 或者你可以利用Cash.com 或者Google.com網購 它們的價錢會比較便宜 實體店一般會在Financial year end Christmas有比較大型的打折活動 今集就談到這裡 如果你有更加好的方法 歡迎你留言 和其他觀眾一起分享一下 再一次感謝大家收看土豪TV 我們下次見 拜拜